台湾盲雕国宝及艺术家陈锋贤 从小就喜欢素描和绘画 退伍之后因缘际会 凭借着深厚的素描功力 考上中央艺术厂 专门负责钞票的制版工作 也奠定他毫芒雕刻的基础 将近四十载的时间 与一只放大镜和雕刻刀为伍 沉浸在毫芒雕刻的世界当中 只要坐在他专属的工作台上 立即专心致志 外界的风风雨雨 纷纷扰扰 此刻都与他无关 调整好呼吸 保持最佳状态 一把雕刻刀 就是他的全世界 迎接2021牛年的到来 那2020鼠年呢 功风雨雨的 那我雕了这只牛 金牛牛转乾坤 2021带来台湾的吉祥 大家丰收 那牛转乾坤 这粒米呢可以说是 最新的作品 里面呢有两只牛 认真的样子 祥和的样子 台湾有一位抗疫英雄 陈时中部长 陈时中部长 全世界的疫情 非常的严重 唯独台湾呢 守护得很好 陈时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所谓的带领友方 让台湾过着很安逸的生活 2020呢 是世界瞩目的一个日子 尤其是我们的川普跟拜登总统候群人 引起世界的注目 虽然已经有点接近尾声了 但是目前还是非常的火红 我在米粒上面呢 刻画了川普的人头像 还有拜登的人头像 最困难的地方 还是写上了中英文的 所谓的解说 还有落款 那米粒的尺寸 大概是0.5公分 宽0.3公分 这两粒米呢 我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设计制造完成 当中呢 失败了有十几例 那依助美国总统顺利